以後我想要把這個獎 獻給每一個身在低谷的朋友 謝謝 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還有朋友 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最具潛力新人獎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導演獎戲劇節目獎 得獎的是蘇瑩李孟淳 蔡淑珍 村里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我一直相信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彼此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促進世界和平 而故事的載體就是演員 我也身為一名演員為榮 最後我想要把這個獎獻給每一個身在低谷的朋友 我相信那道光會以不同的形式展現 只要你們還願意張開眼睛 你們會找到路的 最後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伊林娛樂 還有我要謝謝我自己 謝謝 謝謝頒獎人 我也想要跟所有還在努力中的演員 或是所有的重演人員就是 不要放棄 不要懷疑自己 永遠要愛著自己創造出來的角色 比任何人都更愛你創造出來的角色 謝謝大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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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我很幸運 再次謝謝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